不相信难道当场给自己戴绿帽子吗,皇帝也是要脸了啊,更何况当时是家宴之上,都已经闹到了那么尴尬的局面,身为皇上。 九五之尊,他急于,也必须找到一个台阶来下,尊严和面子和一顶绿油油的帽子,你选哪一个,而混逆的就恰恰是这个台阶,但无论是甄嬛还是果军王,他们尴尬的表情已是说明一切,皇上又怎会看不出来,后面的怀疑种种也是建立在这次的小巷事件之上的,连隔壁的王爷都觉得像甄嬛, 更不用说和甄嬛同传了那么久的皇帝啊,但是如果他当时不相信是幻币,那么一位王爷,铁身藏着宫中飞瓶的小巷,还装得如此的好,且不说王爷和甄嬛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,藏小巷之件事就足可以说明,果军王实在基于皇嫂了,皇上是不得不信,也必须得信。 另外,幻币准确的说出荷包里有度弱的花瓣,而果军王家中,总没有闭塞的梅花,种种说辞将他和果军王相知相爱的事,令皇帝颇为幸福。 另外还有叶兰伊的说辞,何况在此之前,皇帝有一次开玩笑说想取幻币,幻币惊吓不已,声称自己已经有了心上人。 加上这次小巷事件,两件事相对长,在家宴上,皇帝应该是草草的相信了小巷就是坏币,但是是真的行吗?应该不是的。 我还能��안新墙在家 Sach又或用那种末生争宝?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